現在來看三角筆的換算公式 首先我們先回憶一下之前廣義角的三角筆 廣義角的三角筆我們可以看成是廣義角ceta 在單位圓上它的中邊所對應到的點坐標 它的x值就是cosθ y值就是sinθ 所以呢我們先看第一個角度 這裡的三個n都是整數 整數倍的360度加θ相當於是θ的同界角 那既然是同界角 所以中邊會落在一樣的位置上 那既然中邊會落在一樣的位置上 所以它的三角筆會跟θ是一樣的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角度 -θ的部分 -θ跟θ的角度差一個負號 那在圖形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兩個角度的中邊 是互相對稱x軸的 那我們的sin值呢 因為是看y值所以會差一個負號 cos的值因為是看x的值所以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你也可以用對稱x軸 y會變號x不會變的方式來記sin會變號 cos不會變號 接下來如果我們可以用 從三數關係tangent會等於cos分之sin的方式來看的話 也可以判斷tangent的值是不是會差一個負號 那因為這裡y有變號x不會變 那廣一角的tangent是x分之y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tangent的值會差一個負號 再來我們如果看角度相差180度的180度加θ的部分 那一樣在圖形上他們的中邊之間的關係 180度加θ會跟θ的中邊對稱於圓點 那既然是對稱於圓點 我們在圖形上可以看到y值的部分會差一個負號 cos的值也會差一個負號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理解成 因為對稱圓點的關係 所以y跟x都會變號 讓sin跟cos都會差一個負號 最後tangent的部分一樣 因為是cos的值分之3的值 所以tangent的部分沒有變 最後180度-θ這個角度 相當於是θ角的補角 所以在圖形上我們可以看到 θ和180度-θ這兩個角度的中邊 它是對稱於y軸的 就算是第三向線跟第四向線的角度也是一樣的 那既然對稱y軸的話 y值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賽不變 而cos的部分 因為x值差一個負號 所以cos也差一個負號 而tangent的部分 因為x有變號 y沒有變 所以是差一個負號的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四種角度的關係 都是和θ一樣 跟x軸所夾的銳角相同 那他們之間的cos的值 跟side的值 跟tangent的值 其實絕對值都一樣 試試看有沒有負號的差異 我們這裡看到的所有的換算公式 都適用於所有的角度 不論這個θ角是在哪一個向線 都是一樣的情況 既然是對所有的角度都適用的話 也可以直接假設這個θ是銳角 因為如果θ是銳角的話 其實事實上 它的cos跟side跟tangent的值都是正的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θ是銳角 來看-θ它就會在第四向線 180度加θ就會是在第三向線 180度-θ就會在第二向線 利用side cos和tangent值 在四個向線得到的正負值的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來判斷 是不是要加負號 另外如果高二是有學數a的同學 其實這邊也可以使用數a的和插角公式的方式 來直接得到一樣的結果 接下來我們看和x周所加的銳角 跟90度-θ相同的角度 換算的公式如下 可先90度-θ和θ的關係 互為彼此的魚角 在圖形上 它們的中邊互相對稱與y等於x這條直線 回憶一下 我們之前知道 如果兩個點之間對y等於x這條直線做對稱的話 那它們兩個之間的關係相當於是x值和y值互相對調 所以90度-θ的sin值相當於是θ的cos 而90度-θ的cos相當於是θ的sin 那這個其實也就是與角關係 第二個部分 90度加θ 在圖形上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θ的魚角 所以它會跟-θ對稱與y等於x這條直線 所以它的中邊 所以它的中邊會跟-θ的中邊對稱與y等於x這條直線 那從前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θ的sin值 跟cos值跟θ的關係 所以這裡 90度加θ的sin 相當於是-θ的cos 也就是cosθ 而90度加θ的cos 相當於是-θ角度的sin 那也就是-θθ 或者我們可以有另外一種看法 或者我們可以有另外一種看法 90度加θ的中邊 我們會發現跟前面90度-θ的中邊 它會互相對稱與y軸 那既然對稱與y軸的話 那就是y值一樣 所以我們的sin值就會跟90度-θ的sin值一樣 也就是cosθ 而對稱y軸的話 x的值相當於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90度加θ的cos 會跟90度-θ的cos 也會差一個負號 那對照上去的話 就會相當於是-sinθ 那第三個角度我們看到270度-θ 那270度-θ 我們可以視為是90度-θ這個角度 再多加180度 所以它的中邊會在90度-θ的中邊的對面 也就是對稱於原點 那既然對稱於原點 我們知道x和y都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呢 sin的值跟cos的值 通通都會差一個負號的話 首先先看270度-θ的sin值 會跟90度-θ的sin值 會跟90度-θ的sin值 差一個負號 那90度-θ的sin值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 它就是cosθ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得到270度-θ的sin值 就會是負的cosθ 而對稱原點的話 cos的值也一樣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270度-θ的cos 也會跟90度-θ的cos 差一個負號 那跟前面做對照 90度-θ的cos值是sinθ 所以會差一個負號的話 最後我們得到270度-θ的cos 是負的sinθ 最後我們看到270度加θ的角度 相當於是90度加θ 再多加180度 所以跟前面的 第二個括號的部分的 90度加θ的sin值跟cos值 都會差一個負號 最後我們來整理一下 這4種和x周所加瑞角 與90度-θ相同的角度的換算公式 首先第一個 θ的與角90度-θ 它的中邊會跟θ 對稱於y等於x 也相當於是x和y互相對調 所以它的cos 就跟θ的sin是一樣的 而它的sin是θ的cos 那這也就是我們講的 與角關係 再來第二種角度 90度加θ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中邊 會跟前面90度-θ的中邊 互相對稱於y軸 那既然對稱於y軸的話 那相當於是y值一樣 而x的值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sin值 跟90度-θ的sin值一樣 而它的cos值 會跟90度-θ的cos值 相差一個負號 再來270度-θ的角度 跟90度-θ會對稱於原點 所以它的sin值跟cos值 都會跟90度-θ的值差一個負號 最後270度加θ 它也會跟90度-θ 對稱於x軸 所以它們的cos值是一樣的 但是y值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這裡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這四種角度的三角比值 都會跟90度-θ的三角比值 絕對值一樣 那決定是不是要差一個負號呢 也是跟前面一樣有個偷懶的做法 就是我們可以乾脆直接 假設θ是銳角 假設θ是銳角的話 90度-θ相當於就是第一向線的角度 那用羽角關係 就是直接切換 把sin變成cos cos變成sin 那第二部分 90度加θ相當於是第二向線的角度 sin的部分是正的 cos的部分是負的 所以這邊90度加θ的cos是差一個負號的 那再來 270度-θ 它相當於是在第三向線 那第三向線的 不管是sin還是cos 都會差一個負號 而在第四向線 270度加θ的部分 sin的值會差一個負號 cos的值是正的 所以它這邊是在sin值的地方加一個負號 這裡要注意判斷正負的三角筆 要看於題目原本問的三角筆 而不是後來我們寫上去的 羽角關係的三角筆 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cos270度加θ 那假設θ是銳角 270度加θ會在第四向線 我們判斷的是cos 所以cos在第四向線是正的 所以最後的值是正的sinθ 而不是負的sinθ 或者是真的很容易搞混的話 如果為了避免初心 你也可以直接用θ等於30度的方式 來確認你判斷的結果 舉個例子 比如說θ如果是30度 那cos270度加θ 相當於是cos300度 cos300度 那我們就知道它會是正2分之1 相當於是sin30度 那我們現在來看範例1 色θ是第四向線角 且cosθ是5分之3 那求第一小題cosθ-90度 跟第二小題tang540度加θ 那我們根據管一角的三角筆值 相當於是中邊對應單位圓上面的點坐標 可以看到θ是低色向線角 且cos是5分之3 那它的size是5分之4 或者也可以用平方關係的方式來得到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我們想算的這個角度 θ-90度 它的中邊相當於是落在第三向線 那我們的第一種做法 那我們的第一種做法 是我們直接從圖形的方式來看 這個中邊對應到的點坐標 就是cosθ-90度 sinθ-90度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兩個全整的直角三角形 那根據邊長的對應 我們可以看到 θ-90度的cos就是4分之4 第二種做法 是我們根據我們前面看到的 θ-90度和90度-θ 它是差一個負號 中邊會跟90度-θ對稱於x軸 那既然是對稱於x軸 相當於是x不變y會變號 也就是cos值不變 而sin的值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θ-90度的cos 會跟90度-θ的cos 是一樣的 那再根據與角關係 我們可以知道 90度-θ的cos 就是sinθ 所以最後我們會得到 θ-90度的cos 相當於就是正的sinθ 那也就是-4分之4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tang540度加θ 我們可以先看它的同界角 180度加θ的tang值 那180度加θ 相當於是θ的中邊 在對稱於原點過去 也就是cos值跟sin值都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的第一種做法 是我們直接從圖形上面來看 θ在單位圓上面對應到的點坐標 是5分之3-5分之4 那180度加θ對應到的點坐標 就是-5分之3-5分之4 所以我們根據商數關係 180度加θ的tang值 相當於是cos分之sin 也就是-5分之3分之5分之4 所以最後我們會得到-3分之4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利用 和θ的中邊對稱原點這件事 知道x和y都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tang值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其實180度加θ的tang值 會跟θ的tang值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第二小題 也可以直接看成是 540度加θ的tang值 會跟180度加θ的tang值一樣 也就會等於θ的tang值 那我們從原本的條件 可以看到θ的tang值 也是它的cos分之sin的值 也就是-4分之3 下午後 ma-1-4分之3 1-4分之14 182-5分之3 也輸到最好的